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這兩週相信許多人應該都很常聽到 關於知名設計師聶友貞及網紅阿滴等人發起募款 在紐約時報上面刊登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廣告的事情 新的聲明我個人是非常贊同這個行為的 畢竟如果你自己不發聲又怎能夠期待他人看見你呢 所以在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個人是非常感動的 但同時我就非常好奇為什麼他們會選擇 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 而不是選擇其他國家或是其他種類的報紙呢 紐約時報到底是有什麼魅力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關於選擇紐約時報的原因 在我查完資料後 我整理出可能的四個因素來跟各位進行討論 一 國家 美國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同時也是最大的民主國家 許多國家的新聞都會參考和報導美國新聞 像是CNN 這就是非常常見的關於美國的報導 因此選擇在美國的報紙上面刊登 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 是能夠最有效 讓更多人還有更多國家看到的 二 報社的規模及背景 紐約時報在1850年年由亨利·J.雷蒙德和喬治·雄斯來創意 創立至今已經接近170年 是美國的三大報紙之一 這邊也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美國的三大報紙 那三大報紙分別為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 綜合性的紐約時報 在政治上是屬於自由派媒體的第一大報 那商業性報導為主的華爾街日報 和偏向於報導美國國內政治的華盛頓郵報 則是偏保守派 因此選擇紐約時報 是最符合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這個主題的 在前面我們講報社的背景時也有提到 紐約時報是屬於自由派 也就是美國的民主黨的支持者 而目前美國總統川普 則是共和黨的當選者 兩個政黨是屬於對立的狀況 民主黨的議員在2019年12月18日以濫用職權和藐視國會的民意 就川普申請過彈劾 但因為共和黨佔有過半席次的參議院議員 所以後來彈劾就失敗 但也因為這個政治立場 選擇紐約時報比較不會因為總統的影響 而不願意讓聶永正等人刊登這封信 蘋果在2016年12月23日 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 從中國區的應用商店中 下架了紐約時報的英語和中文應用 但是保留了金融時報和華爾街日報 等其他的國際出版物的應用 那應用的下架依據是 2016年6月 中國發布的 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 資訊服務管理規定 那這些規定講的就是說 相關的APP 不得已利用互聯網應用程式 從事危害國家安全 擾爛社會秩序 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等法規禁止的活動 那互聯網監管理規定 還在官方網站說 應用程式也不能發布 被禁的資訊 這裡的意思是要阻止中國讀者 看到紐約時報 對中國獨立報導企圖的一部分 這個報導紐約時報 在其他國家都有上報 只是在中國這個媒體被進行嚴格控制 並且時常對信息進行審查的國家來講 這個訊息就是不被允許出現的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 紐約時報是不被中國所待見的一個報紙 這關係也非常適合內容等等人 選擇紐約時報來放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 因為這樣才不會在中國的影響下 時報擅自把名稱改成中國台灣之類的東西 而是可以把內容完整的呈現給讀者看 以上是我整理出 為何台灣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 會選擇在紐約時報上面 看那幾個原因 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的推測 詳細原因可能也只有阿滴他們團隊會知道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透過這部影片 讓大家對於紐約時報有更多的了解 當然我個人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件事 當然就算不支持的也沒有關係 還是希望你可以發表一些具體的建議 而不是單純的砸嘴砲 去拒絕這件事情 只有你提出的具體的建議 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跟我討論你的看法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